大家好,这里是绿正午控i4u 今天是2018年12月7号 加拿大Montro的时间上午10点半 据加拿大的主流媒体CBC的一篇报道 华为的副总裁孟晚舟 他会在今天在Vancouver出庭 这是一个保释庭的庭讯 另外一个消息人说 这个庭讯的时间是上午10点钟 那么对应到Montro的时间就是下午1点钟 所以我会随时跟大家更新 如果一旦有新的消息的话 我会跟大家更新的 那我今天这个视频呢 主要是说华为在这个事情出了之后 他的一些做法是相从法律上是相当的不严谨 以及我会谈一下我对于今天的保释的一个看法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在事发当就是第一时间这个新闻被爆出来 12月5号据美国的CNBC的报道 华为呢他是发了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是这么说的 华为Complies with all applicable laws and regulations where it operates 他说华为在他所经营的任何一个地方 都是遵守所有的适用的法律法规的 这个我觉得在你已经面临一个指控的情况下 你还用这样的大话 就是all applicable law 就是所有的适用法律法规划 这个我就觉得相当的不严谨的 果然如果我们看CNBC今天的报道 今天他在16个小时之前有一个报道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据华尔街日报的报道 a monitor appointed by the US government to oversee HSBC's anti-money laundering controls flagged electoral transactions made by Huawei at the bank and shared them with New York prosecutors that led to the arrest of arrested Saturday of month 他说美国政府指派的一个监察员 观察员 他是用来监测 汇丰银行的反洗钱控制 而他就监测到了 华为在这个银行的几笔 他用的几笔就是超过一笔非法转账 这个非法转账 然后呢他就把这个 就是报警出来的这个非法转账的信息呢 转告给了纽约的检控官 所以呢这个直接导致了 星期六孟晚舟的被捕 另外呢他说这个呢是很有可能 就是涉及到美国对华为行驶的 就是要对他要实施的一个 禁止他对伊朗出售武器的这么一个禁令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 就是这个elected transaction 不止一笔的银行非法转账信息 是因为他这个应该是在汇丰银行 他预设因为为了这个反 就是反洗钱法 反洗钱的控制呢 他会在银行系统里应该是预设了一些 就是红线设置 一旦有一些转账 触碰了这些红线的话 他就会发出警报 所以按这个新闻的说法 应该是说是华为的一些转账 触碰了这些预设的警报线 然后呢导致了 所以导致了后面的就是 检控官知道了立案 然后呢对孟晚舟实施抓捕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再回去看华为在第一时间 抛出来的那个官方声明说 他遵守所有的法律法规 因为他这个呢就是一个设计到是预设的 一个就是预设的一个警报信息的 一个触碰违反 这个我认为华为如果想去 就是说说这个是冤枉的 说不是那么回事 这个他很难说服 因为他这个是 就是说是先在银行系统里 预设的这些红线 然后是华为的转账 触碰了这些红线 所以现在华为想说 他的这些被抓包的这些东西 不是真的是被冤枉的 我觉得至少对照他之前说的 他说遵守了所有的法律 适用法律法规 这个他是很难 很难去辩驳的 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那么对于华为 他现在被抓捕的 副总裁孟晚舟 是否会被加拿大去引渡 这个就要看加拿大的引渡法 加拿大的引渡法第五条 是这么规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他是两条 也就是一个人究竟会不会引渡 两条 第一条要看什么 就是这个人被指控的这个人 他所犯的事情 所发生地点 是不是要求引渡的那个国家 他拥有司法管辖权 也就是华为 孟晚舟他作为华为的副总裁 华为所犯的事情 所发生的地点 是不是美国拥有司法管辖权的地方 这是第一个条件 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whether or not Canada can 就是说看加拿大 他是否在类似的情况下 有这样的可以行使司法管辖权 这个呢就是 如果说 这个华为 孟晚舟他被拘捕 他面临的指控 如果说是 就是CNBC报道的 就是说很有可能是违反了 这个对伊朗的指控 这个禁令的话 那么 无论是加拿大 还是美国 都是认同这个禁令的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AB两条 在我看来 就是都符合的 因为他第二条 他说法就是说 如果这件事情 是发生在加拿大的话 那因为加拿大 他也认同 对伊朗的制裁的话 那么加拿大也会行使 类似于美国的司法管辖权 就是对 对孟晚舟事实抓捕 所以说 这个呢 是加拿大方面 他对于一个人 是否会被引渡 他的两个基本的考量 我个人看 从目前孟晚舟 就是华为孟晚舟 被捕这个案子里面 所已知的这些新闻事实来看 我认为这一条 是有可能 是符合的 所以呢 我认为从理论上 他被引渡是有可能的 那么 但是引渡的听审 停讯呢 并不是今天的停讯 今天的停讯呢 只是一个保释停讯 那么关于保释停讯呢 我有参考 相关的 加拿大的相关的案例 我注意到有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案例 他这个案例是什么呢 他是 允许这个人保释 就是交了一大笔保释金 除此之外呢 法官还怎么样呢 就是 he ordered also ordered as a condition of his release that Mr. Saksina remain under 24 hours arrest at his own expense 所以说除了 交保释金以外呢 这个人 他还是被 24小时 居家软禁 而且这个居家软禁的 所有的开销 都是他自己承担 所以我觉得这个呢 我认为 因为目前这个事情 你说他没有政治的因素 肯定是不可能的 肯定是有政治因素 那么 加拿大 因为这个现在呢 这个 主导权是在加拿大的手里 加拿大我认为 他有各方面的考量 另外就是 有一个 five eyes 也就是 澳大利亚 加拿大 新西兰 英国和美国呢 他们有一个 共享的一个情报 系统 所以就说 现在对于 华为的指控 可能还涉及到 就是他未来 可能在一些 网络设备里面 会不会就是 安插一些 可能的 就是 当然这是 其他的方面的 一种指控啊 就是说有一些 使用他的设备的人 感觉到并不安全 就是说 他们会不会被 监控 这样的一些考量的话 那么 加拿大也要考虑 他怎么去 就是对他的 five eyes 这个情报 共享系统的 其他的伙伴的 一个 一个交代 这个的话 我觉得呢 就是 一方面 他可以去凸显 加拿大在这件事情 当中的一个 主导性地位 就是 他可以 要给 孟晚舟保释 但这个保释呢 是 24小时的 就是 软禁 的情况下 这样的话呢 他既 照顾及了 美国的 要求 也给了 中方一个面子 最终最关键的呢 还是中方自己 出钱 然后这个钱呢 是封满了 加拿大的腰包 所以我觉得呢 这个不示威 加拿大在 这个案子上的 一个比较 可以是 顾及到 多方的 一个 一个解决方案 这个是我的一个 看法 好 今天的 今天的视频呢 就跟大家说到这里 然后呢 我跟大家就是 还是照例 就请大家关注一下 我 2018年12月3号的 那个视频 皇上的宠儿 主席连任 修宪的 姚琴呐喊者 田彦刚律师 因为这里面是揭露的是 体制内的 司法系统的 黑案 好 谢谢大家 拜拜